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 巨星云集十几位顶级演员 一起告诉你爱情有多么美好的 英国爱情电影《真爱至上》 大家好,这里是王帝讲电影 在圣诞节前五周的英国 发生了九个令人羡慕的爱情故事 过期的摇滚歌手比尔为了重回榜一 和经纪人胖哥决定翻唱老歌 他们将歌曲中的爱改成圣诞 大街小巷也一直在循环播放着这首歌曲 在圣诞节前三周 比尔被竞争对手不禄乐队遥遥领先 他只能不停的参加各种节目宣传新歌 终于在平安夜这天 比尔成功获得榜首 节目主持人给他打来电话恭贺 顺便询问他圣诞节怎么过 比尔给出了两个方案 要么像落魄的摇滚歌手 和肥胖的经纪人胖哥一起度过无聊的圣诞 要么同意某个派对的邀请 度过刺激的圣诞 电话刚挂 以前的好友就给比尔打来祝贺电话 还邀请比尔去参加他的派对 胖哥看着被人群簇拥的比尔悄然离去 回到家后 胖哥一边喝酒 一边看着电视中播放的比尔MV 这时电视中的真人来到了胖哥眼前 比尔告诉胖哥 在派对上见着热闹的人群 他突然顿悟了 原来田野就是要和自己爱的人一起过 而自己爱的人就是陪伴了自己多年的胖哥 两个大男人僵硬地拥抱在一起 婚礼上 所有人都在祝贺着新人 伴郎马克也不例外 他用DV时刻记录着婚礼过程 还送上了一份小惊喜 蜜月过后 新娘朱莉叶给伴郎马克打了个电话 因为婚礼视频的效果不好 他想起马克一直在记录着婚礼的过程 希望可以借来看看 但马克却以丢了为借口拒绝了 朱莉叶考虑到马克一直不喜欢自己 决定带上礼物亲自登门拜访 由于事发突然 马克没有任何准备 果然 录像带很快就被朱莉叶找到了 看到录像带中美丽的自己 朱莉叶感到非常开心 因为这就是他想要的效果 可慢慢的朱莉叶发现 录像带中大多数都是自己的特写 朱莉叶惊压极了 在他的印象中 马克从不和自己说话 他终于明白马克喜欢他 但为了和丈夫彼得的友情 他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感情 被发现的马克不知该如何解释 他只能找借口离开 直到平安夜 马克终于鼓起勇气来到朋友家门口 让朱莉叶将自己说成是唱颂歌的 他并不想打扰朱莉叶和彼得的生活 但不将心理化表达出来又很难受 于是他用纸板进行了告白 随后便微笑着离开了 这时朱莉叶跑出来送给他一文 不需要任何答案 也不需要任何言语 能给自己的恋情画上句号 这样就够了 他会走出对朱莉叶的感情 开启新的生活 参加完朱莉叶婚礼的作家 提前赶回家中看望生病的女友 却撞破了女友与弟弟的奸情 这让他备受打击 于是他独自一人去了乡下开始创作 好心的邻居给他介绍了一名女佣 女佣是葡萄牙人 不会说英语 尽管两人的语言互不相通 但经过相处 他们能通过彼此的肢体语言 清楚地明白对方表达的意思 这天女佣在给作家换杯子时 没有发现杯子压制的手稿 就这样 手稿被风全部吹到了池塘中 女佣知道 这些手稿对于作家很重要 作家健庄也急忙跳进池塘中 这次的共换战 让两人互相产生了好感 仗着对方听不懂 两人大胆地说着情话 圣诞节快到了 作家结束写作准备回家 这也就是说 他要和女佣分开了 分别是 女佣鼓起勇气吻向作家 作家却没敢鼓起勇气挽留女佣 这一别 生活在两个国家的两人 不知还能不能再见 平安夜 作家提着礼物回到家中 看到家里热闹的景象 才明白自己已经深深爱上了女佣 决定要去葡萄牙找她 通过地址 作家终于来到了女佣的家中 可女佣现在正在餐厅工作 好在女佣父亲同意带她去找女佣 但在女佣妹妹的大肆宣扬下 作家身边聚集的当地人越来越多 成功见到女佣后 作家鼓起勇气 用心学的别搅葡萄牙语 向女佣告白 女佣用英语回复了作家 原来这一段时间 女佣也在偷偷的学习英语 她们在众人的祝福下 拥吻在一起 这边 婚礼后派对上的小衰 正拿着装满食物的托盘 到处撩妹 这时她走向一位金发美女 准备用吐槽食物难吃做开场牌 却得知美女就是婚礼的厨师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这也让小衰明白了自己 之所以到现在还是单身狗 全是因为英国美女不懂幽默 她告诉好友小黑 她要去美国寻找爱情 毕竟美国美女很喜欢英式口音 临走前 小衰将自己的房子租了出去 还去和小黑告别 果不其然 刚来到美国 小衰就凭借着英式口音 吸引到三个美国傻妞 傻妞们要求小衰先去自己家住 于是小衰一夜获得了四倍经验 小强和小美都是裸替演员 在一次小黑导演的戏中 两人相识 为了缓解尴尬 小强主动找话题与小美聊天 从那以后 他们就一边做着虎狼之事 一边聊着最近的天气与地铁 日久生情 在平安夜那天 小强将小美送回家中 在临走时获得了小美的吻 小强兴奋得一蹦三尺高 和前面喜庆的婚礼不同 这里正进行着沉重的葬礼 大乔的妻子去世了 留下的只有一个妻子小乔 但大乔最近有些为难 他告诉好友 小乔自从葬礼过后 就将自己关在屋里 不和任何人沟通 他不知该如何去安慰小乔 让他走出房门 好友不愧是安慰鬼才 大乔冷静下来 决定和小乔好好谈谈 但却从小乔口中得知 他现在的这个状态 源于他爱上了一个酷女孩 乔安娜 他才十岁呀 好吧 爱情不分年龄 大乔松下了一口气 他一直以为 小乔是因为母亲的去世 感到痛苦 但小乔突然来了一句 有什么比坠入爱河 更痛苦的吗 大乔并没有像普通家长一样 责备小乔 而是帮小乔出主意 吸引那个女孩的注意 距离圣诞还剩三周 但小乔依旧不开心 原来乔安娜是名交换生 参加完学校组织的圣诞晚会 他就要回美国了 但对方还不知道 小乔是谁呢 就在两人愁眉苦脸时 小乔在大街上 看到了比尔的MV 他灵机一动 决定要学习音乐 在圣诞晚会时 给乔安娜伴奏 这样他可能就会爱上她 大乔赞同了他的意见 小乔就开始疯狂练习加字骨 这天 萨拉被老板哈利 叫到了办公室 原来 哈利早就知道了 萨拉喜欢本公司的设计师 卡尔 他入职多长时间 就暗恋了卡尔多长时间 但哈利并没有制止办公室恋情 反而鼓励萨拉在圣诞节来临之际 抓住表白机会 但萨拉有一位患有精神病的弟弟 父母去世后就一直由他照顾着弟弟 如果他不接弟弟的电话 或者弟弟一不开心都会动手打他 这也是他为什么两年都没敢表白的原因 公司圣诞舞会这天 卡尔主动邀请萨拉跳舞 这一瞬间 两人没有说话 但都明白了彼此的心意 提前离开舞会回到家中 两人正准备更加深入了解一下 电话突然响了 打断了两人的交流 第一次卡尔忍了 但还没等重整旗鼓 电话又响了 卡尔再也没了兴致 萨拉最终在家庭和爱情之间选择了家庭 哪怕是在平安夜 萨拉也只是和卡尔互道了圣诞快乐 来到医院陪着弟弟度过了温馨的一夜 哈利公司举行的圣诞舞会上 新来的秘书邀请哈利公舞 甚至在老板娘凯伦的眼皮底下 不停的勾引哈利 凯伦隐隐察觉有些不对 但到家后凯伦并没有大闹 而是告诉哈利当心点秘书 但他躺在床上却夜不能眠 隔天 哈利要去和凯伦买圣诞礼物 秘书主动向哈利索要礼物 本来没想过给秘书买圣诞礼物的哈利 由于片刻还是来到了珠宝柜台 挑选了一条黄金项链 他得在凯伦来之前将项链买到手 这天凯伦意外发现了哈利口袋里的项链 原来他还是偷着将项链买了回来 他还以为哈利终于开窍了 毕竟13年里他送的都是丝巾 于是他将项链放回去 满怀期待的等着自己的礼物 但平安夜这天揣着喜悦的心打开礼盒 却发现里面不是那条黄金项链 而是自己喜悦明星的CD 他没有将不开心表现出来 而是配合着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接着他找借口走进房间 独自伤心哭泣 他明白那条项链去了哪里 但看着全家照他选择隐忍 擦干眼泪继续微笑着面对孩子 他们要出发去参加学校的圣诞晚会了 在圣诞节前周五 英国新晋首相入驻伦敦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 管家团队早已等候多时 不知道是不是上班第一天太紧张 但亲母亲纳塔利一见到首相就开始语无伦次 但首相却被他深深吸引 纳塔利的工作就是替首相端茶地水 首相爱与面子不敢告白 但越和纳塔利接触就越被他吸引 距离圣诞还有四周 首相和内阁得知 美国总统将要来访 内阁提议让新上任的首相态度强硬一些 可首相不敢 他很怂啊 距离圣诞三周 美国总统来访 态度依旧强硬 从包首相屁都不敢放 直到他撞见了美国总统调戏纳塔利的一幕 首相怒了 他也不怂了 还在发布会上狠狠地怼回了总统 还表示如果有人欺负我们 就要做好被我们报复的准备 一席话把美国总统气得蹊跷声音 但英国民众听到后士气大增 就连姐姐也第一时间打来电话恭贺 果然怼回去的感觉就是好 但经过这件事 首相感觉纳塔利对自己的影响太深了 于是他让人将纳塔利调到其他的岗位上 尽管这样 首相对纳塔利的思念依旧不减 直到圣诞夜 他收到了纳塔利的圣诞贺卡 看着上面纳塔利的告白 首相不想再遏制自己的感情 他来到了纳塔利家所在的街道 但他并不知道具体的门牌号 于是便一家一家敲门询问 好不容易找到纳塔利 但他们全家都要去参加学校的圣诞演出 于是 首相决定将他们全都送过去 车上 纳塔利向首相解释了他那天发生的事情 其实 他那一瞬间满脑子想的都是首相 首相担心会引来围观 一直犹豫要不要进去 纳塔利提也在后台找个隐蔽的角落观看演出 首相答应了 但还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保密 这天夜里 几乎所有故事的主角都来到了学校的圣诞晚会上 爸爸带着小乔也来了 这些天 小乔一直埋头苦练 马上他就要给自己喜欢的女孩伴奏了 凯伦也带着孩子来参加表演 却在后台遇见了首相弟弟 被丈夫背叛的凯伦 见到许久未见的弟弟 瞬间心中白感交集 但看到一旁的纳塔利 凯伦还是瞬间就明白了 晚会正式开始 场馆里人山人海 几分热烈 马上就是小乔的演出了 全场气氛被这首歌曲推向高潮 演出结束 拉开幕布 接下来的一幕 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晚会结束了 所有人都开心的离开了会场 凯伦终于忍不住 向丈夫哈利摊牌了 看着在孩子面前 故作坚强的妻子 哈利才知道 自己做了多么愚蠢的事 这边 大乔兴奋的向小乔表示祝贺 但小乔并不开心 他认为自己的计划失败了 看着落寞的小乔 爸爸鼓励他现在就去表白 可他们出来的太晚了 乔安娜已经去了机场 好不容易两人赶到机场 可还是晚了一步 乔安娜的航班已经开始登机了 他们却被安保人员拦在了外面 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小乔抓准时机 准备为爱疯狂一把 面对层层安保 他鼓起勇气向前冲去 机场中人山人海 小乔疯狂奔跑 终于在乔安娜登机前见到了他 原来乔安娜一直都知道他的名字 小乔一脸满足的被安保人员带了出来 大乔一直等在机场入口 向儿子送来祝福 这时乔安娜从机场中追了出来 一个月后 所有人再次聚集在机场 哈利回来和家人团聚 凯伦只说了一句 回家吧 小乔成功接到从美国再次回来的乔安娜 两名裸替演员成功结婚 正准备去读迷月 小衰也带着美国女友回来了 还给好兄弟小黑也介绍了一位 最后是首相和纳塔利 他们终于不用再顾忌宫中的目光 大方的秀着恩爱 机场的登机口与下机口 每天上演着分别的不舍和重逢的喜悦 《真爱之上》上映于2003年 这部英国贺岁片几乎云集了英国所有的著名演员 但这部电影其实没有真正的主角 电影的开头就告诉了观众 真正的主角就是那些在机场 不停的微笑拥抱亲吻着的普通人 这样的画面还有很多 如此的温情从心底漫开 蒙蒂一直相信人是为爱而生存的 其实我们生活的城市 也到处上演着这样爱的故事 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在此也祝愿屏幕前的观众 早日找到自己的真爱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